基隆市議員陳冠宇在總質詢時指出 基隆市十大行人事故入口 連續四年排名不變 因此建議市政府要爭取經費改善 才能有效降低行人死傷事故 排名四年不變的十大行人事故入口 這件事我在那時候市長市政總檢討 問完之後警察局就迅速提供我這個資料 我看到之後我驚訝的不是數據 我驚訝的是排名都沒有變 都是這些入口 這個數據從一百零九年到一百一十年 我們的十大行人死傷入口沒有變過 那問題就會是說 過去可能從八年到十幾年來 我們的行人安全沒有被充分保障過 所以事故入口有登記 中央都有資料是 我們能不能針對行人十大死傷入口 有錢立即做道路交通改善 那就回到明年的超真紅包 我們可以怎麼動機 這兩件事情可以請市長 謝國良回應表示這是很好的建議會納入市政府專案會議 十個地點我們範圍已經說到很小了 所以警察局也好 交通處也好 我們應該要針對這十個路口來另外開一個會 我覺得我也很謝謝冠宇議員提醒我們 其實大家有看到是一個大方面的數據 但其實問題就是在那十個你先做好 就會差很多 所以我想這個是很好很好的建議 另外陳冠宇也建議被挪用去新建信義國小停車場的五億五千多萬元教育基金 應該要補回去也獲得市長的同意 從一百零四年到一百一十一年每年都在編錢 連續七年編了五億五千多萬 接近五億六 目前半毛都沒有辦法回到大水港裡面 就是教育基金裡面 我如果這五億六千多萬我可以回來的話 我光營養午餐補助 我可以吃老本補助個十一年十二年 我到底能不能把這筆錢追回來 好這筆錢有沒有違法 我告訴你沒有 原因在於說一百零二年最新修正的 雖然他只有修正一些法條上面的定義 他沒有做任何法條內容的修法 在於這邊 一百零二年重新修過的基隆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累積剩餘滾存支用用點 第四條的第二項根本背道而止 它上面寫說 其他經核准、縫合、補助或辦理之項目都可以動之 意思就是說 第四點裡面第一項裡面說 你的教育基金累積的剩餘可以用在哪邊 都是教育基金本身的預算 但是有一種狀況是 如果市長同意事務會議通過 我所有經費 我都可以用教育基金來補 所以這幾十年來 教育基金就像是一個市長的或市府的小金庫 我哪裡缺錢哪裡補 哪裡缺錢哪裡補 因為這個其實都是市府各個不同的口袋 我相信在座各位大概都有不止一個銀行帳戶這樣子 那就是不同的銀行帳戶 但是錢加總起來是一樣的 所以我想說如果 貫醫院你這邊有這樣的想法的話 我們可以跟主計跟財政討論一下 把新一國小停車場的建設的經費 從市府的口袋再慢慢的還 還到教育基金裡面 可是可能速度慢一點 給我們慢一點的時間 慢慢還 一年還一點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